在这个NBA公司帽不断飙升的时代 球员们的钱包是越来越古了 千万年薪都成了家常便饭 然而对于球队老板来说 这可不一定是好事 一不小心那些看似诱人的大合同 就可能变成砸在手里的烫手山芋 本期视频咱们就来一起盘点盘点 联盟中那些让人哭笑不得的垃圾合同 10.克里斯保罗 薪资3080万 本次爱惜的保罗在勇士队替补正中 表现非常糟糕 在本赛季保罗场均2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 仅仅拿到9.2分 3.9个篮板 6.8次出攻和1.2次抢盾 这种糟糕的发挥使他在勇士队饱受购蔽 然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 以及身份作为替补球员 保罗高达3000万的年薪显得尤为突出 现在勇士已经进入休赛期 可以预见的是 保罗在勇士的职业生涯可能已经划上了句号 而这也许是他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份巨额合同了 9.托败厄斯 哈里斯 薪斯3927万 2019年夏天 76人以1.8亿美元的合同续约了哈里斯 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争议 哈里斯在续约前从未入选过全明星 而这一特点至今依旧保持着 更令人费解的是 尽管巴特勒在季后赛中表现出色 76人却选择不与他续约 反而选择续约了哈里斯 一个之前从未在球队中担任核心角色的球员 哈里斯并不拥有出众的身体天赋 或者无懈可击的进攻技巧 他从未入选全明星 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 豪气逼人的76人 为他提供了一份近2亿美元的超级合同 这份大合同意味着 哈里斯的薪水将逐年增加 本赛季他的年薪已经达到了3927万美元 然而与此相反的是 哈里斯的场均得分却在逐年下降 自19至20赛季以来 他的场均得分分别是 19.6 19.5 17.2 以及上赛季的14.7 和本赛季的17.2 这意味着本赛季的哈里斯 在进攻端的表现 已经低于他的职业生涯水平 此外 他的防守效率只有111.4 排名在整个联盟的后100名之外 8.扎克拉文 薪资406万 拉文版赛季只出战了25场比赛 场均贡献19.5分 5.1篮板和3.9助攻 投篮命中率为45.2 3分命中率为34.9 这样的数据让人不禁感叹 特别是考虑到 他的场均得分是自17至18赛季以来的新低 结束了个人连续5个赛季20加的记录 对于公牛的当家球星来说 这确实只能算是及格 而且他连续不断的伤病更加削弱了 他在球队中的地位 使他成为了副资产 在交易截止日 拉文没有引起其他球队的兴趣 这更加说明了 他在联盟内部被视为不良资产的事实 报道称这主要是因为 他的比赛风格偏向进攻 防守不足 再加上伤病史和长合同 使得他成为了不受欢迎的球员之一 7.乔丹普尔 薪资2746万 本赛季普尔在巫师队被视为当家球星 但场均仅得到了17.4分 2.7篮板和4.4出攻 命中率为41.3% 他的多项高阶数据都排在联盟300名以外 虽然在2022年的季后赛中 这位年轻球员因出色表现 而赢得了勇士队的青睐 舆论压力相对不大 然而签下大合同后 他的状态却波动不定 上赛季尽管场均得分达到20.4分 但关键时刻的失误和季后赛的糟糕表现 令球迷茫大失所望 而本赛季加盟巫师后 普派的表现更是令人惊讶 不仅效率低下 还频频在场上犯错 让球迷们既气愤又焦虑 现在看来 他签下的那份4年1.28亿美元的合同 似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回报 现在看来要砸在手里了 健康的克莱·汤姆森是可以让人对其有着无限想象 作为球员 他拥有单场砍下60分的高分能力 也曾经已创造了常规赛单场三分球记录的14G三分文明 加之他在2号位上高水平的防守 这些都是勇士队在2019年愿意和他签下 5年1.9亿美元合同的原因 然而从佛祖显灵到佛祖显灵 克莱经历了职业生涯中最动荡的一个赛季 从一开始的稳固守发到后来的替鼓赛到后来 最后一场比赛的不尽人意 他以石头零重得零分的表现结束了本赛季 作为曾经的顶级3D球员 克莱在大商之后已经不再具备当年的雄资 而他签下的那份大合同也注定了无缘实现 高薪低能榜单上的老淑克海沃德 这位球员就是典型的 薪资远远高出了他的水平 作为一个有丰富伤病史的球员 本赛季他依然大伤小伤不断 这个赛季他只代表雷霆队出战了26场比赛 要知道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他的出群力也只是刚刚过半 本赛季他场均得到5.3分 2.5篮板1.6助攻 薪资仅次于当家球星SGA 拿着球队第二的薪资贡献了低于中产的价值 本赛季合同也是将要到期 估计不会再有人给海沃德一份上千万的合同了吧 4.乔哈里斯薪资1993万 不到2000万在这个榜单里实在是没有排面 但奈何数据而言实在是过于离谱 本赛季乔哈里斯出战16场 场均10分钟的上场时间里 拿到了2.4分0.8篮门0.6助攻 160分钟赚2000万 一分钟就是12.5万 出场费用真不低了 哈里斯在活赛的表现让人失望 即使在战绩垫底的活赛队 他也面临着无球可打的局面 幸运的是这将是他合同的最后一年 3.德安德烈爱顿薪资3245万 这位2018年的壮元秀 想当年他可是和东七旗亚历山大等人齐名的新星 然而签下4年1.33亿的大合同后 他的表现却始终无法让人满意 在太阳队的时候 他就被球迷们戏称为软淡 如今到了波特兰拓荒者 虽然球队给了他足够的上场时间 但他的表现依然不温不火 场均16.7分 11.1篮板和1.6助攻的数据 对一个拿着大合同的拳员来说 显然是不够的 而且现在仅仅是爱顿合同的第二年 还有两年的时间才能结束这份合同 看来拓荒者的重建之路 注定要被爱顿的这份大合同拖累了 2.布拉德利·比尔 心思4674万 再来看看比尔这份5年2.51亿的超级合同 想当年巫师队为了留住他可是下了血本 然而比尔虽然拥有不俗的个人能力 却始终无法带领球队取得突破 上赛季更是被交易到了太阳 然而来到太阳后 比尔的表现依旧低迷 本赛季他场均只能得到18.2分 这样的数据显然无法匹配他那份巨额合同 太阳队虽然阵容豪华 但争贯希望渺茫 比尔与球队的融合也成了一个大问题 现在他的这份合同 已经成了球队最头疼的问题之一 当之无愧的第一修赛期训练场上的神 2019年夏天 由于前一个赛季场均能够贡献17加9加8的数据 并且顺利入选了全明星 76人对为了留住这位天赋异禀的球员 一咬牙一跺脚 给出了5年1.7亿的巨额合同 谁承想这西蒙斯千万大合同后 表现就像过山车一样忽上忽下 合同刚开始执行没多久 他就被送到了篮网 被交易到篮网后 他的合同仍然有效 所以到了本赛季 西蒙斯的薪水达到了不菲的3789万美元 那么他的表现如何呢 西蒙斯本赛季出战15场 长均拿下6.1分 7.9篮板5.7助攻 这数据简直让人不忍直视 拿着3789万的年薪 却打出这样的表现 西蒙斯的这份合同 无疑是联盟中最大的垃圾合同之一 换算一下西蒙斯本赛季一场比赛出场费 就是250万美元 西蒙斯绝对的流量大咖 值得一提的是 每年一进入休赛期 西蒙斯便开始了暴训练招 然后下赛季开始便开始养伤 这个钱挣得真是舒服啊 好了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 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